记者谢武雄桃园报道 中原节将至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从6月中旬起至辖内制造工厂、大卖厂、连锁超市、南北杂货行及传统市场等地点抽烟应景食品、包含米品、鱼浆类、肉类、豆类等加工制品及水果、糖果蜜饯等产品总计抽烟121件 只有一件当令的爱文芒果减出农药超标 卫生局已要求业者全面下架 其供应商和全清果行则是电话无人接听 应景商品检验项目包含防腐剂、二甲饥黄、二亿饥黄、漂白剂、残留农药、注册戏剂及甜味剂等不合格的爱文芒果是由自由联盟超市南福店卖出 经追查系由中立区和全清果行供应 验出百粒普分0.12ppm 较容许量0.01ppm高乎12倍 求业者全面下架 令和全清果行的爱文芒果货源分别来台南市郁境区、南西区 但其无法离清出货给自由联盟超市南福店的爱文芒果到底来自哪里? 卫生局依法对期财罚6万元若担心水果农药残留 卫生局也建议消费者选购书果实宜应要求外观完整 无昆虫咬伤 去皮前可先以软毛刷流动自来水清洗 更要注意剔出果皮不要再去沾染到果肉 双手也应随时保持前进 以避免污染 另外 民众购买产品时要选择有商誉的商家 并注意产品包装是否完整 解拆封后要紧速使用完毕 或依产品包装建议方式保存 拜拜时也要避免让贡品在阳光下曝晒过久 以免变质 当然我可能正在设计划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